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装婚家小李 现在有很多人啊,经常熬夜,生活不规律 会有这个脱发,白发的情况哈 在农村啊,有一种树叶,用它来洗头啊 效果很好,它是什么呢 让我带大家一会儿去了解一下哈 好,跟我走吧 朋友们看 今天要给朋友们介绍的树,就是这种树哈 侧柏树 侧柏树啊,在农村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树哈 人们尝尝把它用作这个道路两旁的绿化 还有这个工人的绿植哈 由于它四季长青,常受到人们的喜欢哈 侧柏树的叶子啊,叫侧柏叶 也有管它叫柏叶,扁柏叶的哈 它的形状啊,成了个扁平状 用手摸上去啊,非常的舒服啊 特别说的叶子啊 呃,有很多的用途哈 有的地方啊 那专门拿它的这个叶子 来熏那个腊肉哈 熏处的肉啊 有一种特殊的风味 而且存放时间长 同时,这个侧柏叶啊 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哈 它入药啊 具有这个凉血止血 化痰止咳的这个功效哈 在生活中啊 如果是由于这个血热 引起的这个脱发 还有白发的朋友啊 可以采贷一些 这些新鲜的白树叶哈 只要这个叶子啊 不要这个小枝哈 用它来煮水洗头啊 呃,对这个脱发白发呀 呃,有很好的这个预防效果哈 好,朋友们 白树叶的这些好处 你知道了吗 你还知道它有什么样的用处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哈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装护人家小李视频的朋友 点点关注 再见